为了培训原住民族应用传统融合美学 以及现代新式产品发想 花莲市公所举办部落一起原住民族伴手礼的研习活动 首长课程以竹编结合十字秀 并将野菜文化融入作品 以凸显原住民族美学生活的文化 而市长魏嘉贤对于学员们的学习精神给予高度肯定 花莲市公所今年度部落一起原住民伴手礼研习课程 总共有三个项目 分别是竹编研习 陶福入研习 还有藤编研习 其中竹编研习在三月份完成了课程 学员们在工艺老师指导下结合了传统竹编和十字秀 完成相当精美的作品 市长魏嘉贤也感谢有这么多人 乐于学习原住民的传统记忆和文化 花莲市公所也邀请非常多位的老师 来给我们所有的学员来上我们竹编的一个课程 那大家想到竹编的课程也许是跟古老的一些器皿 还有一些使用上生活的用具有关系 那不过老祖先的一个智慧真的很不简单 那我们可以看到引用到现在 也许可以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包包 也可以变成孩子上学的书包 还有非常多精致的一个装饰品 那其实对于生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也许过去是因为生活必须要产生出来的东西 现在可以变成是让更多的部落变成伴手礼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够借由这些课程 让我们更多的学员未来成为部落的种子 能够传达出我们祖先的智慧之外 也可以让自己能够开发出属于在地的特色伴手礼 那再次要谢谢我们这么多位的老师这样子的教学 而且不常识的把自己过去所学的 所做的一些产品给大家来做相关的分享 看了老师的作品和学员们的学习状况 市长感谢老师不常识的指导 也希望今年的伴手礼可以创新 市长指出竹编在过去是生活工具 但现代社会转化成为特色伴手礼 在现场看到老师们的用心 把各项素材结合之后成为生活精品 希望学员们可以精益求精 成为部落公益的精英种子 把相关的技能传承给部落族人 让老祖宗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 借理会欢迎市报道